以自由品牌ADATA在全球销售记忆体模组产品的威刚 相信各位观众都不陌生 威刚主要产品包括D-RAM模组、随身碟、记忆卡、SSD 外接式硬碟以及周边等储存相关产品 据研调单位统计 威刚在2018年实为全球第四大的记忆体模组厂商 对于记忆体试况的波动以及趋势也有长期的观察 今年以来记忆体市场则面临是否可终结空头的转折点 但又有外部大环境震惊情况的变化 试况多空分歧 我们来听听威刚董事长陈立白 对记忆体后市的分析和看法 很简单你去看到现在多空分成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们后来研究的结果 手上有获的一定是看多嘛 手上没货的一定是看工嘛 我想说有货没货是指当初在低价的时候 有没有买到货的厂家 E-REN现在就是从6月底最低点现货价 新闻价其实已经最高有涨超过四成了 那最近确实有回跌一些 可是呢看起来也跌不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合约供货的三家大厂 我们大概也都跟他们 就是总共是有聊过 他们对于未来就是9月 9月以后的合约价 基本上就是不会再跌了 最差的情况之下是REMAN 不过我们认为应该是会有一些上涨的空间 那主要的原因我刚刚讲过了 因为像那个手机这一块 虽然说手机的成长现在有限了 甚至可能逐年会有点亮的衰退 可是它的density还是在增加 然后再加上就是手机的launch吧 尤其就是为了比方说Fansgiving 或者是圣诞节的需求 这个采购其实现在已经在8月9月 已经开始陆续进行 所以其实现在mobile的需求 其实也比前一两个月要好很多 就是手机新机的这个效应 那第二个人就是我刚刚提到的data center 其实data center会影响最大 而且data center现在也是 就是这家原厂应该算是 目前来讲就是希望把毛利 再往上提高的主要的项目之一 所以实际上我大概 我们大概私底下分析了一下 就是现在不管说是美国的 或者China的这些大型的data center 应该会在10月到12月 分批会开始陆续下 下一些比较大的单 也就是说之前 之前就是推的库存吧 大概会在10月到12月 大概也已经消化到非常安全的部位 所以他们要再次采购 那实际上这些data center的采购 他们现在反而在看 反而在看 他们什么时候出手买下一批 是最有利 另外对于今年较早开始终结的三年以来 空头走势的NAM Flash 未来的供需面的变化又是如何呢 其实新闻家NAM的新闻家反弹 幅度比dran还高一些 那现在NAM基本上也没记忆去涨 因为涨的幅度够大了 可是也没跌 也没涨也没跌 原因是因为现在 因为这几家NAM的货源 目前都要在亏损状态 卖一颗大概还亏个0.3颗 甚至有这些竞争力比较差 可能卖一颗还亏个0.5颗 然后何必多卖 外产能有没有全能恢复 我不清楚 可是如果说以现在的价格而言 其实日本方基本上NAM 就是多做多 那我就觉得它何必多做 我还想就说应该它会 我个人认为啦 它合理的推断 它会恢复个七八成的产能 是合合理的 除非价格能够上来到它的成本之下 目前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 所以我认为日方吧 日方大概会把 它现在就是供电恢复 还有所有的制程跟调整完了以后 它会逐步恢复 可是会不会一下拉升到全能量产 我认为不至于 停电这一块时间 造成的库存消耗 已经非常非常严热 也就是说它现在的安全库存 水位已经非常低了 所以它也要赶快 再把伸展线拉起来 免得会有断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NAM的这个产能 就是恢复啊增加 我是觉得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我认为应该算是 整体的DMAM 还是会把价格逐季或者逐月的往上带 除了短期记忆体市场的变化之外 就长期的趋势而言 目前各大记忆体制造商在产能上都有所控制 但记忆体的需求则随着应用面开展 我们也请董事长来分析对长期记忆体产业的看法和预测 当5G的这个需求出现了以后 不是只有晶晶片 就是包括云端 还有user端 将来需要的memory的需求 是目前各位很难很难想象的 就是2021到2022 就是这两年的时间 就是说不管说是台积电的 他们是做一些逻辑产品的 或者说像我们做记忆体的 大概2021跟2022这两年会是一个very good year very good good year 有人预测可能连续6G会比较好 那我们是更乐观一点 我们是预估6到8G会连续是一个very good year 而且这个very good year应该是过去有史以来 应该是demand最成长最强的一年 为什么 因为不是只有5G而已 从5G到AI到IoT到车用电源电子 包括以后的比方说智慧车 无人车等等 它在在都需要非常多的晶片 除了传统记忆体储存装置之外 微钢近几年来也切入热门的电竞领域 旗下电竞品牌XPG已有六大产品线 包括电竞耳机、滑鼠电、电竞键盘、滑鼠、电竞机壳、水冷散热器以及电源等产品 已于8月起在全球贩售 另外XPG看准NBA总冠军台艺球新林舒豪旗下Jay Storm 职业电竞战队的发展潜力 宣布七首林舒豪共创电竞新格局 也赞助林舒豪旗下职业电竞队伍Jay Storm Jay Storm曾经历满两年 并在国际赛事中屡创佳机 目前在DOTA2在北美排名第四名 除了Jay Storm外 XPG也将持续在各国发掘极具潜力的电竞战队 期盼用最顶级的配备将电竞的潜力之心推上世界电竞舞台 而微钢力推电竞产品 走高阶高单价的市场 也有助于产品组合的优化以及利润率的提升 微钢近几年多元化的发展 除了零售记忆体市场 也布局电竞、公控、车载应用 及电动车马达等新兴事业 因下半年DeRAM、Flash价格都渴望有反弹契机 下游需求回升 有望带动整体营修及获利规模逐步成长